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王沪宁对美国日本对比的分析 来自美国反对美国 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太阳帝国》 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上海的日本侵略军和一群西方人之间的关系 西方人在二战期间被关进集中营 由一对日本兵看守着 受尽折磨 忍饥挨饿 人的尊严受到侮辱 在日本经济高奏凯歌的打入美国国土和世界市场的时候 美国导演拍摄了这样一部电影 很难揣夺导演的意图 但影片至少告诫人们 日本人与西方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念 日本人具有凶猛残忍的一面 日本人不承认人的基本价值和信仰 这里是否意味着日本人与西方人在另一个战场 经济领域上取胜的原因 需要人们自己思量 日本的经济成功被誉为奇迹 日本人自己也对此也是趾高气扬 二次大战 日本战败 国土被占领 然而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 日本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一跃而起 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 自然目前不能谈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有些日本人向往这一点 目前尚不能谈 未来却并非没有可能 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 强国的力量 一在军事力量 二在经济力量 三在政治艺术 日本人不乏后两者 只是前者受宪法约束 不过宪法仅为一纸条文 也是人制定的 一代人相信的东西 下一代并不肯定会相信 只要风水一转 情形就会大不相同 太阳帝国正在逼迫美国就范 日本经济的实力令美国人刮目相看 二次大战即将结束前 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 写过一本轰动一时的书 叫《菊花与刀》 书中对日本文化有精道的分析与见解 但不乏优等民族看待低等族的味道 好像动物学家描绘大猩猩或金丝猴的生活习性 详尽准确 但绝无羡慕之感 几十年后 另一位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日本名列第一》 作者西哈佛大学教授傅高益 这本书里就绝无动物学家的体验了 而且是充满了赞扬和羡慕之感 这一转变 颇具戏剧性 1988年11月28日 一位不透露姓名的日本人 在伦敦拍卖行购买一幅《毕加索》1905年的画 付款3800多万美元 创20世纪艺术作品价格记录 此价为衣服化的世界第三最高价格 由此可见日本人的实力 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入侵 远远超过了珍珠港事件那一顿饭的狂轰烂炸 在美国的大街上 举目揭示日本企谋 Tuyota Honda Nissan等 在电器商店里 更是日本化 各类日本电器产品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日本人在美国大举购买房产 旧金山日本人满地走 檀香山巨文已成为日本人天下 日本人购买房屋付现金 由于日本人的到来 房价大涨 没钱的美国人只能望房星探 亚特兰大市IBM的高楼 收归日本所有 我在圣路意识的一个全美最好的花园中参观 结果看了一大半的日本花园 最近世界最高建筑芝加哥的Sears Toll在出售 有人担心会落到日本人手里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 有的日本人买房子从来不先问家 在城市里转悠 看到众议的房子就指一下 让人搞来 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大大增加 许多日本产品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 太阳帝国的影子正笼罩着美国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严肃的数字 日本人口1985 1.2亿 美国为2.89亿 日本国土为37.7万多平方公里 美国为937.2万多平方公里 日本只有美国的零头 1987年的GMP国民生产总值 日本为23850亿 美国为44880亿 贸易总值 日本为3790亿 美国为6770亿 从国土核人口的比率看 GMP和贸易总值相差不大 日本的贸易 1987对美国出口只占总额的36.5% 进口只占21% 而美国1986对日本出口只占总额的11.9% 进口占22.4% 投资额也很高 日本目前在美国许多州设有工厂 从人均国民总产值来看 日本已超过美国 1985年 美国的数字为16709美元 日本为17244美元 从1981年至1985年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2.4% 日本为4.1% 美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越来越大 二次大战时 美国人由于战火而知道日本 今天 美国人由于享乐而知道日本 日本经济的侵入 表现在它占领了大部分美国家庭 太阳帝国的力量像核聚变那样增长 1985年时 1美元兑换240日元 如今只能兑换130日元 苏珊 芝拉 Susan Kaira 在纽约时报 1988年11月28日上注文说 日本公司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竞争对手 购买美国的财产或公司 日本投资者借了巨款给美国 大部分购买了 Treasury Securities 他们可以动摇市场 日本成为当地的经济统治者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不像日元升值那样快 日本在台湾 南朝鲜有大量投资 日本能左右这些地区 日本成为比美国更大的世界巨富 他捐钱给发展中国家 拥有了新的权利 能影响国际经济政策的制定 日本人现在可以左右美国经济 许多美国人对此忧心忡忡 美国向日本大举借债 把控制权奉送给日本 1988年前七个月 日本花了90亿美元购买外国公司 其中好几家为美国公司 美国的市场 公司纷纷沦陷 为日本人所占领 太阳帝国对美国的挑战是严峻的 目前虽不能说日本取代美国 而且在近期内也不能做如是说 不过日本的咄咄逼人的常见 已直接指向美国 日本实际上在美国的卵意下成长起来的 美军占领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日本都得到好处 日本现行体制的轮廓 也是美国人的产品 然而 今天 战败国日本比战胜国美国还要财大气粗 日本人也不愿隐瞒这种感觉 乐于翻身道情 在不少地方等于做给美国人看 美国人有时只能干瞪眼 在自由经济的原则下 无法将日本人拒之门外 况且 美国经济却有难言之苦 不能不养人鼻息 从心理和情感上说 美国人并不喜欢日本人 问题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结局 除了管理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之外 两种文化的差别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定的制度必然会发生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用 但一定的文化更会发生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作用 美日两国经济竞争的结局 便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基因的产物 在很大程度上 这更是文化的制约 而非体制的制约 有人说 美国同日本比 东方文化就占了上风 哪些因素在发生作用 这里难以一一枚举 只能略举大端 日本文化推崇集体主义 美国文化推崇个人主义 现代化大生产讲的是分工配合 日本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基因 更是于协作生产 美国的个人主义 往往排斥大规模或忘我的合作 美国人首先讲要个人的地位 美国人往往思考个人的成功 而日本人往往被引导思考集体的成功 日本大公司的统一精神在美国难以发现 日本人可以终身奉献给一个公司 做一个细小环节的工作 美国人恐怕难以做到这一点 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集体主义有利有弊 但集体主义凝聚的力量大于个人主义 这是显而易见的 日本文化注重个人奉献 美国文化注重个人享乐 美国的文化是享乐主义的 工作是为了享乐 美国人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 有钱必花 有大批存款的美国人是稀有动物 不少人往往不知明天从哪里弄钱 美国人借钱买房子 买汽车 上大学等等 鲜花了再说 日本文化中个人的位置不高 也不强调个人享乐 而是主张个人奉献 日本男人工作 许多人要工作到半夜 都是自觉自愿的 没有加班费之说 有人告诉我 如果日本男人在公司工作 晚上不干到半夜 人们就会认为他没有戏唱 不受重视 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在世界上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在住房 交通 教育 饮食 环境等方面 均超过日本 虽然人均收入没有日本高 享乐主义文化 导致人们将大笔钱用于福利 而非投资 日本人是典型的经济动物 投资欲很强 而在个人享受方面 却不像美国人那样注重 日本人讲究享乐 近年来开始有所实心 但从根本上说不符合日本文化的精神 日本文化是管制型的文化 美国文化是放手型的文化 日本文化造成的氛围是 每个人都接受严格的管理 于是 整个经济和社会机制组织的较为严密 整个机器的运转较为统一 这套机制用在经济发展方面 必然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美国人不可能接受日本式的管理 美国人比较散漫 比较随便 机器的运转也较为民主 日本人受上风强制去打天下 非打不可 不打不行 美国人往往出于自己的动机去打天下 上风的指示也可以民主的否定 上风对此也可以接受 在日本没有这样的故事 或者这样的故事不多 如此等等 这里提出的问题不仅是两种文化的差别 而且是要求人们再评价两种体制 美国的体制 总体来说建筑在个人主义 享乐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基础上 但它正明显地输给一个集体主义 忘我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体制 也许美国人宁可在经济上输给别人 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体制 这套体制保证信仰的实现 同时也保证了社会的一定繁荣 今天的世界格局 似乎表明这套体制 难以保证美国的最发达地位 人们往往面临这样的选择 维持价值体系 还是追求更有效的体制 但违背传统的价值体系 有的时候问题在于 一定的文化能否允许一个社会选择全然不同的体制 往往不行 另一方面 美国人又不可能接受日本文化 美国人对日本文化往往不那么感兴趣 不少人认为 日本人处于不发达的文化氛围中 在这一点上 不少美国人看不起日本人 这种心理屏障 将保证美国的发展不快于日本 同时也保证美国人难以最后接受太阳帝国 美国今天遇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 美国的体制 文化和价值反对美国本身 二次大战后 美国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天时 地利 人和的条件 社会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 然而 相隔三 四十年后 美国的地位就受到了严峻和有力的挑战 可以说 日本只是第一个向美国挑战的民族 在下个世纪里 必然会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国提出挑战 那时 美国人才会真正反省自己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 当然 仅就日本和美国而言 日本在资源 领土上 不可能超越美国 问题是 美国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相斥因素和力量 如果继续这样运动下去 不仅会使其优势发挥不出来 而且会构成不可阻挡的危机和潜流 请不期待 请不吝点赞ki 优优者 办理